來到深水埗這些文青街 當然要找一間咖啡廳 坐著,嘆杯漂亮的咖啡 今天找素真漢子 會和你去一間很有嫌疑的咖啡室 即是怎樣? 靜靜地跟我來 這間咖啡廳位於深水埗大南街 就這樣看,你可能覺得沒甚麼特別 但其實它不只是一間素食餐廳這麼簡單 裡面有兩層 地下一個層會提供純素食物 而樓上的那層就是活動空間 有時會舉辦靜坐、聲頻浴等活動 在淨化身心上真正做到後心合一 不知道今天有甚麼好處呢 Milly,早安 我想問你,今天準備了甚麼素食 嘉年,其實我們現在還沒開店 所以你可以正常說話 對,你不早點跟我說 那就舒服了 說回來,今天有甚麼素食介紹 今天想教你和大家做牛油果的 塔塔添貝 是 材料很簡單 有一個香港製造的有機添貝 一般都會用黃豆,但這個就用鷹醉豆 因為很多人都會擔心黃豆 會否有很多雌激素 有牛油果 是 還有一個最特別的就是這個黑鹽 你可以先試一下,好嗎 好 皮蛋的味道 為甚麼有臭蛋的味道 因為裡面有漏漏 純素的話可以取代蛋的味道 還可以加多層層次 對,我會用來做牛油果的味道 等一下,我先試一下 可以教我怎樣做嗎 我會用這個胸蓋子蓋上去 儘量在旁邊 即不要浪費 你可以把它推出來 這樣就已經是這樣 切一半吧 好 行了,這個厚度就對了 這個底部可以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 因為我們想做一個塔 是 這個…我已經加了胡椒 加了胡椒 對 你可以加上黑鹽 是 加多少 適量 很抽象 對 因為做的顏色是自己的口味 好 然後加番茄 番茄 這樣加 然後就可以放進去 對,我再放進去 再按一按 再放 像剩餘的,好嗎 放一點,香蕉 這樣就好 把麵糰放進去 你看,很快就做完了 對 那食物就做好了 有些頸殼 頸殼? 不如喝香蕉火龍果可可露 是嗎?那你教我怎樣做 好 好,很簡單 把食物丟進攪拌機裡 是 火龍果 一條香蕉 生的荷荷粉 生的杏仁醬 這樣嗎… 適量 很抽象 然後把水倒進去 這樣呢 開機 然後把水倒進去 慢慢轉去大 很快 這樣就行了嗎 對 盡量不需要太長時間 這杯是孝敬你的 謝謝 然後把水倒進去 然後加一些咖啡膏上去 好,謝謝… 先嘗嘗 好吃 Amedia 我知道火龍果很滋潤 加上香蕉就真的不得了 在我試這個牛果塌塌 在天背之前 你先讓我去吧 不得了 舒服了 潤完腸後就開始試吃 旁邊有一個用腰果打的 甜椒芝士醬 先嘗嘗 你真的要嘗嘗這個醬 我一定要學習如何煮這個醬 很好吃 如果吃不慣生的天背 這個醬是有一點觸碰的 這個天背的好味就是 沒有我平時吃天背的那股 硬的那股的 硬的 那股的硬的味道 那個味道剛剛好 我想跟兩位談談 其實去設計這間餐廳 那個理念是從哪裡來的 最主要是我們出門 找不到適合自己的餐廳 例如出去是很難吃素的 很少吃的餐廳 然後你去到一些環境不舒服 很吵 然後你不知道那間餐廳 用甚麼去做你的食物 所以自己做一間餐廳 我每餐都去吃 是我們為了自己著想的 是 剛才我進門口的時候 我看到寫著請輕聲細語 為甚麼會有這幾個字 有一次我很深感受的一頓飯 是由上林法師 他帶我做的禪食 我發現在一個很安靜的地方 我才能夠做一個 這麼專注的進食活動 所以我這裡定了一個規矩 就是大家尊重大家 這一台說話的聲音 不要影響到旁邊的台 這就是最好的狀態 接下來你的目標 在這間咖啡店上發展性如何 我們門口貼了一個標誌 寫著每一口都是慈悲 我們最想用飲食 一個入門的方式 讓大家了解慈悲這件事 你在吃的過程中 你不會有任何殺生 然後除了吃進去 你說話出來 也不會有傷害性的說話 就是我們最想做的就是這一點 所以這些全都是我們的道具 用一個很好吃的方式 告訴別人吃素不是罰味 我剛才上去上面參觀 上面我看到很多人都要撥 其實上面有甚麼作用 上面是一個多用途活動室 他會跟很多理念相同的朋友 辦活動 是 例如有樂器體驗班 有聲頻獄 全都是關於思想上、手藝上的交流 在這裏面上的交流 是否有其他人 在這裏面上的交流 在這裏面上的交流 是否有其他人 是否有其他人 在這裏面上的交流 是否有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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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驗完一頓 純素拿食和生薄肉之後 我整個人都乾淨了 淨化完之後 下一集 我會和大家一起去反撥歸震 一起去看看 普明遠的園子素食生活 是怎樣的 師主 下集見 在這裏面上的交流 對我的確訪 你真的要怎樣